嗨大家好,我是Philis 我是台湾第一个取得美国专业整理师协会 两项专家资格的整理师 过去发表过《零杂物》、《囤积解密》 和《零杂物装修术》这三本著作 今天我想向你介绍我时隔四年的最新作品 《当整理卡关时》 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 话说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8月下旬 我在粉丝专业上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除了独居者之外 与他人同住的网友当中 有75.8%的人认为自己在整理收纳 在清除杂物的时候 曾经因为他人而遭遇到挫折或阻碍 只有24.2%的人认为同住者不碍事 哇,在整理的路上竟然有这么多的猪队友耶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跟猪队友应对 还是猪队友其实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呢? 你会不会时常感到疑惑 就是为什么看了这么多的整理收纳书集 家里却还是一团乱 在我协助上千名学员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许多人之所以卡关 其实原因是出自于关系 这些关系包括你和自己的关系 你知道要断舍离,要好好收纳 偏偏就是无法展开行动 还有一种是你和物品的关系 你知道物品该要减量了 可是要你舍弃物品 你会认为自己很浪费 内心又充满了罪恶感 最后是你和他人的关系 你在清除杂物时 可能会遇到长辈阻止你丢东西 伴侣不配合 或是小孩不受控制 这些都会使你无法打造出 心目中理想的居家空间 如果你也有这些烦恼 这本书就是为你而写的 我在书中将这些因为关系 而出现的卡关原因 归纳成七个大类 一是缺乏整理动机 二是家人之间的标准不同 很难沟通 三是家里乱到无从下手 不知道该从哪里整理起 四是舍不得丢 送不出去 五是整理到心累 于是就半途而废了 六是不会分类 不善收纳 七是因为跟长辈或伴侣同住 而缺乏空间自主权 你可以针对自身的困扰 找到相对应的章节 和我的建议 请注意 我提供的是说明 解析和分享 而不是解答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一个万用的方法 可以解决所有人的疑难 可是 我相信这本书能够帮助你 开始面对问题 以及问题背后的问题 然后找出最适合你的应对方式 突破整理卡关的困境 如果你也想做出改变 我很期待跟你分享我的新书 当整理卡关时 即将在2024年4月正式上市 希望你会喜欢哟